我们现在继续来透过幻灯片 来分享李运大同的世界 这是李运大同片的世界 透过幻灯片 让大家可以比较具体的体会跟了解 刚才我们有解析 李运大同片里面的真正的意思 我们也刚才也解析过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是扣住在大道之行 必须是大道之行 后面的它就会自然的实现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们要了解道是什么 大道是什么 为什么大道之行之后 后面就能够实现 前一节我们是做一些解析 但是现在真正那个核心 现在透过幻灯片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不了解大道是什么 不了解道心是什么 其他的就变成很抽象 如果你了解之后 你就知道说 真的这是具体可行 而且是切种核心 掌握那个核心要领 你说要构建和谐社会 真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要领 你掌握住之后 后面的就好办 我们先来解析道是什么 这是前几天才在东北这边拍的 前几天才拍的 今天很多幻灯片都是新拍的 这是前几天在东北的乡下拍 看到这种有山有水百姓安居乐业 看到这种花边我就觉得都很高兴 很欣慰 物产丰富丰收 百姓能够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 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希望的一个 幸福的家庭和谐的社会 现在要探讨就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只要大道之行 天下就能够为公 我们首先要了解那道是什么 如果你不了解道是什么的话 那大道之行 你从语言文字明相上再怎么解析 都是会变成抽象 所以我们现在来了解道到底是什么 因为从古至今 很多人对道有太多太多的误解 所以我们要了解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 这些我们只简单的带过 大家要看比较详细的话 就在你手上所拿的这一本 《道德经经水》里面 里面还有两片DVD 大家回去仔细看个两三遍之后 你就会很多的深意 你就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大道之行 就能够天下为公 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 现在只有简短的讲过 道德经里面的精髓 主要就是在叙述 道是什么 道在哪里 如果把我们的道心流露出来 里面有更具体的解析 请大家回去再参考 现在简单的讲 在道德经里面 老子就讲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这一段 请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跳过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在告诉我们 道 衍生出万物 很重要 道演化出万物 道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 道的本体 道未显向的本体 是这样 现在的天文物理学家 一样把宇宙分成为 有显向的跟未显向的 未显向的 天文物理学家 把他称为 无尽的虚空里面的能源 含有无尽的能源 能量 包括黑暗物质 暗物质 这些都是属于道 道的本体 如果大家有翻开 道德经第一章 里面就有提到 他在叙述 宇宙的本体 所以我们要知道 道 这个绝对不是宗教的 思想信仰名词 不是这样 老子在讲的是 宇宙的实相 把宇宙分成为 显向跟未显向 未显向的部分 老子把它称为 道的本体 显向的部分 老子把它称为 明 就是现象界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一章 你看起来空无一物 但这就是 道的本体 儒家把它称为 无极 无极才能够 演化出太极 不是太极生万物 而是无极演化出太极 太极在不断地演化 大家从这一章里面去看 背后最深层的空 这个就是属于道的本体 是属于未显向 从背后的这个空 演化出万物一切 现在大家要深入地去理解 所有的银河系 所有的银河系 所有的太阳系 所有的太阳系 所有的日月星辰 你我他 全部都是由道演化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绝对没有任何的宗教迷信 我讲的是宇宙的实相 万物的演化 有它的总源头 万物的演化 有它的总源头 那我现在把它精简一点 从道演化 我们从这个 宇宙的本体 物理学家也一样了解 巨大的能量 它会转换出 原子分子 还有所有的物质 都是从能量转换过来 所以物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 只能互换 只能不昧 这个绝对不是迷信 它是宇宙的运转的 常规 常者 实相 从这个道演化出 万物一切 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银河系 所有的太阳系 所有的日月星辰 所有的众生 全部都由道演化出来 讲到这里 大家要深度的去了解 就是我们众生 你我他 虽然表象上看起来有所不同 包括各个家庭 你有你的家庭 他有他的家庭 我有我的单位 虽然表象上看起来会有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深度去了解 我们生命的源头 是不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很重要 大家回去 再仔细看 道德精精水 你就可以更深度了解 我们要深度的去了解 我们生命来自同一个源头 你才会正确的体会到 什么叫做天地父母 天地父母 我们每个人的家庭 每个人都有我们生育 我们养育我们的父母 但是这个是小单位的父母 小家庭的父母 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的共同父母 就是天地父母 天地父母 就是所谓的道 包括平民百姓 包括高官大臣 或是富商巨甲 全部都是同一个天地父母的化育 不管你信任何宗教都一样 你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佛教 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天地父母 因为时间关系 我现在只有简短的讲 简短的讲 大家从这里去看到 什么叫天地父母 我简单的介绍 天就是虚空跟太阳 我们中国一样都会讲到天地 包括以前的皇帝 都还会去祭拜天地 天坛 天坛那就是皇帝 在祭拜天地的地方 天 老天爷 就是虚空跟太阳 老天爷就是虚空跟太阳 你要把它用什么名称来称呼 那个名词不重要 但是我们要了解真正那个实相 地就是讲我们这个地球 地球 山河大地 流水 空气 都是属于地 都是属于母亲 我们每天都在吸 我们母亲的奶水 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 每天都在吸地球 母亲的奶水 我们每天要喝水 每天要吃食物 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水 都是地球 母亲在供应我们 大家从这里面 要去看到 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居民 全部都是天地父母 在养育 天地化育食物 然后养育所有的子女 我们全部都是天地父母的子女 我现在讲的 这是实相 跟任何的宗教信仰无关 那我们透过宗教的 他们所讲的那些名词 你要把宗教的那种名词 你要超越 你才会看到实相 这就是天地在化育万物 养育所有的子女 我们都是天地父母的子女 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你有正确体会之后 你才会体会到 你我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中国的文化里面 非常高的智慧 易经 包括无极 太极 这个真的太深了 非常非常的深 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到 这个是太极 太极是从背后的 无极 所演化出来 刚才我们稍微讲过 现在概略提到 现在上面的代表是太极 背后的这个无尽的虚空 这是宇宙本体 这个就是无极 从无极 演化出最上面的那个太极 太极它会不断地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太极它会分类 只要有能源供应 能量供应 细胞 它就会分类 它就会不断地扩大 无极演变出太极 太极 然后再一 再二 再四 八 十六 三十二 六十四 一百二十八 这样一直的演变下去 这个就是 老祖宗在告诉我们 万物的源头 源流 怎么样在演化 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 万物都来自 同一个源头 你我他 不管你千家百姓 我们都来自 同一个源头 不管你住在哪一省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 我们全部都来自 同一个源头 这就是儒家在告诉我们 无极太极 演化出万物的一切 演化出万物一切 这里这是让我们比较用简短的时间了解到是什么 而进一步了解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来自同样的天地父母 同一个道 你会看的话 你从每一张幻灯片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天地父母 这个都是实相 只是他不是用你所理解的那个 有鼻孔眼睛 长相怎么样的那种相 那种神 不是这样 真正的天地父母 无形无相 但他是实相 他是实际 他是真理 所以不要搞迷信 不要搞偶像崇拜 这个就是天地父母在化育 一切的食物来养育 天地父母的小孩 我们都是天地父母的小孩 你再怎么有钱 你关位再怎么高 全部都需要地球天地父母的营养 养育 包括各种食物 全部都是 这一章也是让我们了解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有一个一个的不同 但请你从这些个别差别里面 去往上去找 往上去找 你一定可以看到 我们来自同一个源头 再往上继续去找 我们跟其他的 都全部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你这里理解之后 后面就好办 为什么说 为什么空海都会一直强调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不是口号啊 这是真的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这都是真的 只要你心灵进化成长上来 你就可以体会到 这是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实相 这是真理实相 希望大家不要迷子在一个表象上 说这个跟这个不同 这个跟这个表象上 虽然有千差万别 但是都同样来自一个源头 来自同一个源头 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去体会 为什么大道之行之后 后边的就能够实现一个和谐的社会 和谐的世界 这也是让我们具体的去体会 你看 表象上看起来有你我他的区分 或是有某个种族 某个宗教的区分 某个国家的区分 但是 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这只是一个表征 大家要会去套进去 你所体会 如果有区别的 你把它套进去之后 然后你再往上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源流 这是在马来西亚拍的 看起来像龙眼 但不是龙眼 这个正确名称我不会练 但是虽然我不知道它正确的名称 但是我很感恩它 而且也想分享它所跟我们分享的成果 这个看起来有很多的不一样 一个一个 但是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前面 这是让大家逐渐的了解 为什么我们都是一家人 了解到我们都是一家人之后 后面它会带出什么样的成果出来 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这里 因为黎韵大通篇 整个后面带出来的和谐世界 这刚才已经有解析 现在我们要把那个最核心 最精华的部分 要把它解开来 你看 都是同样来自同一个源头 虽然有一个一个的木瓜 这个就好像我们以前的家庭 会生很多小孩 现在都是一个两个 但是你我他看起来虽然有不一样 但是记得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那来自同一个源头 也就是来自同一个天地父母 如果你认为说我是儒家的 那我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 请你继续再往上去探讨 往上提升 也就是把我们的智慧 把我们的心境 把我们的度量 再往上提升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这是马来西亚生产的红毛丹 红毛丹 看起来会有千差万别 但是你往上去追溯 它都是来自同一棵 同一棵 它可以演化出好几万片的叶子 就像好几万个人 好几千个的果实出来 全部都是来自一个源头 我现在是透过一些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表征 它是一个象征 然后让大家去理解 那个超越语言文字名相的 那个实相 超越所有语言经典的 那个无字天书 这个是协助大家去看懂 无字天书 希望大家逐渐的去看 看到虽然表象上千差万别 但是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而你探讨到 那个最高最深的源头 就是道 最深最深最高的源头 就是道 辱家把它称为无极 中国的文化里面 把它称为无极 道家老子把它称为道 基督教天主教把它称为上帝 回教把它称为真主 民间把它称为老天爷 中国一般百姓称为天地父母 老天爷天公 讲的就是这个宇宙的本体 科学家物理学家就把它一样称为 虚空中的能源 能量 为什么能够演化万物 就是因为空里面 蕴藏无穷尽的能量 包括黑暗物质 暗物质 全部都是道里面的能量 它能够演化出来 这是现在科学家 科学界 顶尖的全世界科学界 都要去探讨万物的源头 但是2500多年前 中国的老祖宗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万物的源头在哪里 而这个源头非常深的 连爱因斯坦都还不了解 连爱因斯坦都还不了解 中国的老祖宗在2600年前 就把它解开来 解析开来 所以我看这些 我真的很佩服 中国的老祖宗拥有这么高的智慧 到现在 还是一样 全世界的智慧灯塔 在中国的老祖宗 传统文化里面 真的有非常高的智慧珍宝 值得我们大家继续去开挖 让中国引以为荣 也跟全世界的人分享 利益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能够真正和平和谐 这是黄金礼在加拿大那边拍的 这黄金礼 你要去看到 他来自哪里 你要去看到 他是整个的生命共同体 向上看 向上看 向上探讨追寻 就像刚才那个《易经》的那个图 从最下面 你往上去探讨 你就可以探讨到 那个共同的源头 当你向上看 你就可以看到 虽然一个一个的不同 但是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来自同一个源头 当你了解生命共同体 来自源头的时候 你会很高兴很快乐 这是农场的主人 他很乐于去种这些有机蔬果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一行人在这边 他说他最快乐的 不是把那些有机蔬果拿来卖 拿到钱 他说他感觉到最快乐的 就是跟这些知音好友来分享 所以我们到他这个有机农场 他真的栽很多的黄金礼 包括蓝莓 草莓 全部都是有机的 没有荣耀的 拿出来跟我们分享 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记得 你有成果你拿来卖 跟有成果拿来跟大家分享 你的心 内心心境 你感受不一样 心灵的品质不一样 你看 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 我们的生命 跟整个法界大自然的关系 跟整个道的关系 我们的源头 那你会很开心 很快乐 前面这样下来 我们要归纳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虽然有台湾海峡的隔阂 但是一样 你往上去探讨 往上去追溯 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有分为东北三省 有分为华中华南 有分为西藏新疆 有这些地区的划分 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有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宗教信仰 但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不是迷信 不是某种思想 或是某种哲理 某种观念 不是这样 所以我不是在讲一种思想 或是一种哲理 我不是哲学家 我是在讲真理实相 生命实相 你只要正确去了解 你自然的 你就会体会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之后 你认识到这样之后 我们后面的所有的作为 就会不一样 就会不一样 很多的争端的设计陷害 它自然的就会没有 你会爱护我们的所有家人 当我们了解 我们都是一家人之后 你会更进一步具体去体会到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 你我他 就像水中的这些雨 这些雨 如果我们去污染了这些水源 我们污染了水源 我们大家都受害 如果我们大家了解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大家就会一起来维护 我们的生存环境 因为这是我们大家的家 我们每个人都会很爱护 我们的家 当你了解到 我们整个中国就是我们的家 你就会真诚真心的爱护 我们的家人 不管他散落在哪里 如果你了解地球 就是我们的地球村 进一步了解地球就是我们的家 你会真诚真心的爱护 地球上的所有家人 要了解生命共同体 就像了解 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大鱼缸里面的鱼 生命共同体 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来比喻 就是大鱼缸里面的鱼 我们都是这个大鱼缸里面的鱼 大家可以理解 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鱼缸 整个太阳系就是一个大鱼缸 我们就是在同样的 这一个大鱼缸里面的鱼 如果你要再区分的话 你说大鱼缸里面 还有分一些小鱼缸 某个国家 某个国家 某个地区 但要知道 我们都是这整个大鱼缸里面的鱼 如果我们污染了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水 我们全部都受遭殃 如果我们了解 我们生命共同体 你自然的 你不会去伤害其他人 也不会去破坏 我们的生存环境 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 这个水缸 这个鱼缸 这个就是养育我们大家的 我们的医生父母 我们生命的载体 所以你会了解 什么是天地父母 你就会爱护他 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了解 我们就是同一个鱼缸的鱼 更进一步去了解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当你看到别人化妆化的这样 看起来好像没水准 因为他化妆化的这么长 但是你不会去嘲笑别人 你会觉得欣赏别人 以前看不惯别人 当你看到这都是我们的家人 好可爱 你就会懂得欣赏他们 别人的长相是怎么样 那个千差万别不重要 你会懂得欣赏每个人 每个族群 每种文化 不同的差异 不同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你会充满的尊重 充满的爱心 不会用自己的标准 去要求别人 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这是在加拿大的国际港口 在那边拍的 航空站拍的 你看这一张 他就是把人跟不同的种族的人 还有所有的动物 所有的动物 大家是生命共同体 他用这个雕刻 把它呈现出来 蛮好的 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 包括老鹰也在帮忙人类 还有很多的动物 一样很多的动物 都在跟人类一起处在 在这个大鱼缸里面 我们同舟共鸡 我们生命共同体 你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话 真的我们会对万物 都会爱护 绝对不会看到什么鸟 就要射下来吃 看到什么动物就要捕捉来吃 我们真的会用爱极之心去爱护每个人 我们进一步要了解 道的特征特性 道的德行是什么 为什么大道之行之后 天下为公 后面就有和谐的世界 道的特征特性 道心是什么样的特征特性 也就是我们的良心 因为我们的良心就是道心 那我们良心就像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的 我们的纯净的心是来自于法界 大自然的流露 凝聚过来 没有污染的水 没有污染的空气 这是法界原来给我们的大自然 原来给我们的清净的空气 清净的水 所以我们的心 真正纯净的心就是道心 大道之行也 所讲的就是我们纯净的道心流露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爱心流露的时候 那这时候这个社会 就是真的政府也非常的好管理 因为大家都懂得爱护自己 大家都充满了爱心 所以这个社会很和谐很祥和 但我们要了解 我们的清净本心 也就是道的特征特性 它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功成而福居 这是从老子道德经里面 把它摘录出来 因为这个蛮具体的一段 非常好 那我们在道德经经水里面都有解析 大家回去可以再进一步去了解 孔子所讲的 大道之行之后天下就能够围攻 大家就不会有那些贪心痴心 包括后面的整个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社会 包括货物也都不会失场 都是为我们的家人 谋必不幸 就是因为我们流露出了我们的清净的本心良心 当我们清净本心良心流露出来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来做到道的特征特性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就讲到 道的特征特性有这些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良心开发流露的时候 我们的爱心 真诚真心开发流露的时候 我们流露出我们高等心领品质的时候 自然的你就会有这样的特征特性出来 生而不由 我们生产很多的水果出来 而这些水果呢 我不赞为私有 而是拿来跟我们的家人分享 就像父母亲赚钱回来 就是全家人享用 父母亲种很多的水果稻米 就是全家人享用 生而不由 为而不适 长而不宅 功成而扶居 这个含义很深 这是宇宙最高等心领品质的流露 宇宙最高等心领的品质流露 它会具有这些特征特性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里只有简单介绍 详细的话 请大家看老子道德经经水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还有更进一步 更细腻更具体的解析的课程 你们也可以参考 再来 跟大家介绍天地父母 天就是虚空跟太阳 虚空跟太阳 那虚空跟太阳 他流露出来的就是 默默地养育一切万物 化育一切万物 但是从来不鞠躬 你看 这就是天地父母化育出来的成果 但是从来不会跟你鞠躬 生而不由 天地化育这些果实出来之后 又是跟所有的子女来分享 容忍是要去耕种 容忍耕种种种子或是树苗下去 果苗下去之后 但是你要知道 全部都是天地在化育 人类是个助缘 人类只是一个助缘 你能够尝到这些甜美果实的成果 你要知道 人类顶多付出的功劳只有5%到10% 其他90%以上 你能够有这些成果出来 那都是天地在化育 天地在长养 希望大家去看到 这个就是天地父母在化育万物 化育这么多的黄金粮食来给众生使用 但从来不鞠躬 从来不尝尸 都是给大家享用 如果你能够看到 这个就是道的展现 孔子所讲的道的展现 这个都是 天地父母养育很多的众生 化育很多的五穀杂粮 还有各种蔬菜水果 来养育所有的众生 但是不会常失 都是给大家享用 给这些子女享用 当太阳工作一整天 要下山的时候 这是夕阳的时候 一样又留下很美的画面 这是黄河口 黄河要出海口的地方 在山东 也是前几天才拍的 你看 太阳不但养育万物 而且带给这个世界 五彩缤纷的世界 万子千红的世界 太阳跟虚空 就是我们所称的天地父母的天父 这个不需要宗教的迷信 这讲的是实相 你看 如果我们懂得欣赏的话 我们会看到 真的 这个世界很美好 很漂亮 很和谐 人间真的就是天堂 人间就是一个净土 极乐的世界 地 我们讲天地父母 地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这个地球 地球一样 长养很多的食物 化育很多的食物 你要知道 各种食物的化育 一定要天地父母的配合 有地 没有太阳 食物会不会长 长不出来 有人出生 没有阳光 你没有接受阳光的普照 所有的人类都不会活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没有太阳 阳光的不断的补送这些能量 过来的话 所有的植物都没办法生长 所有的人 不管你再多么有钱 你也活不了 你官位再怎么高 你也活不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食物可以吃 我们能够活着 就是天地父母在养育 在化育 但是从来又不鞠躬 又不炫耀 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他不会跟你鞠躬 不会跟你炫耀 生而不由 我有不是 长而不宅 就是这样 不管你哪个民族 哪个种族 这是在新加坡那边拍的 新加坡它是多元文化 有华人 有马来西亚人 有印尼人 印度人 他多元文化 多元的宗教 但他们都能够很融合的 很和谐的生活 那你看太阳一样 不管你是哪个民族 哪个种族 哪个宗教 阳光都是普照万物 普照万物 也就是没有失心 就好像为人父母 你都会疼爱我们的每个子女 我们是天地父母的子女 所以天地父母 都会爱护我们 所有的子女 天地父母 都是会平等的爱护 没有慈爱 没有阻碍 没有任何二元对立 为什么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会和谐的社会 记得 因为这是我们的 清静本心里面的一个特征特性 我们的良心的一个特征特性 这些都会有 而且没有二元对立 有二元对立 就会冲突 就会厮杀 就会增强 这个就是要帮助大家去理解 为什么大道之行之后 天下为公 后面就能够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为什么大家不会有那些 窃盗抢夺 或是勾心斗角 为什么不会 这是因为我们的良心 清静本心流露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有这些特征特性出来 这是哪个民主知道吗 这是枪主 枪主 不管你是枪主 或是你是藏主的同胞 一样天地父母在心中 我们这些不管任何的民主 种族 在天地父母的心中都平等 所以天地父母一样 同样的对待枪主 同样的对待藏主的同胞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私心 平等爱护对待 后面一句话 李运大同编最后所讲的大同 讲的就是没有偏师 都是平等爱护大家 我们的良心 你只要开发出我们的良心 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特征特性出来 不管你是什么民主 天地父母都同样的爱护 这是朝鲜族 一样 外表虽然有服装的不同 虽然有民族的种族的不同 但是同样的中华里面有几个多少民族 我称说56个民族 但如果再细算的话不止 但是不管有多少个民族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都是可以和谐共处 互相尊重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同的文化差异 不但可以互相尊重 而且我们还可以欣赏到不同文化的风格 这个社会多么的多彩多姿 多么的和谐 包括你是真正的满族还是假满族 这是满族的服装 不管你是真满族还是假满族 天地父母都同样平等的对待 这个层层以前就是人类用出来的一种界限 这个界限它就是会形成因为对立 你看战争都是在这个层内层外发生 但是要知道在天地父母的心中 不管你是层内层外的人 都是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 当我们心灵成长 当我们开启高等智慧的时候 就没有那些二元对立 没有那些说这是我们 这是我的家我的小孩 这是别人的家别人的小孩 别人的小孩死掉 我都无所谓 跟我无关 你不会这样 你会把那个界限逐渐的去除掉 真的 你会用大爱之心来爱护我们所有的家人 当我在参观长城的时候 一些老外 包括一些非洲的黑人 他们看到我就喜欢过来跟我拍照 这里面已经有几位黑人在跟我拍照 那这边他们还在看 还想跟我拍照 那你看在我的心中 没有肤色白人 黄种人 黑种人的这种区分 因为那个不重要 我们都是平等 在我们心中 我们都是平等 而且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用爱心 大爱之心来热爱所有的同胞 包括你外国人 我们一样都是平等 我们一样都是平等的尊重 在天地父母的怀抱中 包括这种高等心灵流露的时候 没有宗教的界限 也就是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 在天地父母的怀抱中都是平等 你是佛教的一样 你是佛教的一样爱护你 你是天主教的一样爱护你 太阳有没有说你是佛教的我才对你好 那你天主教我就不对你好 会不会这样 不会啊 不管任何宗教 这是回教 一样在天地父母的怀抱中 都是平等 都是儿女 太阳地球 都是平等的对待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因为你们都是平等 都是天地父母的子女 空海也是 我没有比你们高 我没有比你们重要 因为我跟大家都平等 这一章就是在告诉我们 地球上所有的宗教 是正信的宗教 传统的宗教 有正知正见 正信的这些宗教 所有都是平等 没有说哪一个宗教 比哪一个宗教优等高级 你如果认为我的宗教 我的信仰才是最优 最好最高 那你本身就会再制造对立 制造冲突 制造各种界限 那你的世界 就会没完没了的冲突 要知道天地道 展现出来的就是 平等 大爱 所以这就是后面 结论四位大同 这是在新加坡那边拍的 楼下 这个是一个道场 那我住在普济寺 普济寺嘛 新加坡的普济寺 这一次他们接待 我在这边住一段期间 很微妙的就是 这一间这是佛教的道场 在隔壁 这是隔壁墙 隔壁就是回教的教堂 回教教堂 在新加坡蛮好的 回教 佛教 还有天主教 不同的宗教 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 没有那些宗教的冲突 没有那些种族的对立 大家都能够和谐的相处 蛮好的 他们这方面做的还蛮不错 在天地父母的怀抱中 这是回教嘛 马来西亚的回教徒 但是一样都平等的对待 马来西亚的土地 马来西亚的太阳 一样平等对待回教 平等对待马来西亚人 也平等对待所有的华人 这是几年前 在长春 在我们文庙这边 这是鲁士道的代表 象征 这是鲁士道的代表 我们真的都是一家人 希望我们大家 要把过去的一些界限隔壁 真的要突破 来到我们就是生命共同体 不管我们散落在哪个地区 哪个国家 哪个种族 哪个宗教 我们都是同一个世界 我们都是同一个家 最重要 那是来自于和谐共处 也就是孔子所讲的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真的 这个就是需要 大家去正确的认识生命实相 宇宙真理之后 那自然就能够实现 这个就像个地球 地球上的这里 每一个点就像代表 每一个国家 或是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种族 你说哪一个点 才是最重要 哪一个点最重要 哪一个点最高 都平等 都平等 天地父母 这个就像地球 地球上的 不管任何宗教 任何种族 任何国家 在地球 母亲的怀抱中 全部都是平等 就像说 中东在那里对立冲突 就像你这个国家 你看不惯这个国家 你要设法 把这个国家消灭掉 就像你这个国家 你要把这个洞挖掉 你设法 把这个洞挖掉 那这个球 它就不会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伤害了 另一个国家 你这个国家 你也不会真正的 有好日子过 那个会报复来报复去 而且你是破坏了 这整体的和谐 伤心的是 我们的天地父母 跟所有我们的命运 共同体的兄弟姐妹同胞 这方面 希望大家更深入地去体会 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到 道心 良心 在展现流露的时候 我们就会能够来到 无我无私 没有任何称心 只有大爱 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后面就能够来到 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然后能够构建出一个 真正祥和的社会 和谐的社会 就是这样 前面有提到 在这一系列翻灯片里面 就是让大家具体去体会 我们都是一家人 当你有这样体会之后 我们的作为会怎么样 所作所为为家人 都为我们的家人 至于你的对家的范围 你的认知多大 这就是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心胸度量的问题 我们的认知的问题 你认知越深入 你认知越正确 你的心胸度量 就会不断地扩大 会提升 你就会从一个小家的范围 逐渐地扩大 逐渐地扩大 原来以为是我们家 就只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 当你慢慢地认知 越深入之后 你会了解 整个村庄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你的心胸度量 你就会从个人 不断地扩大到 家庭 党派 国家 种族 宗派 宗教 超人格 一切动物 一直地这样提升上来 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的问题 刚才讲说道心 道心就是最高 我们的心灵品质 来到最高的这个层次 当我们来到进化 成长 来到最高的层次 你看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家人 如果我们没有开启智慧 我们一直在个人名利 或是只为个人的小家庭 这就是我们的心灵品质 还处在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角落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了解生命实相 了解整理实相 你要了解道是什么 了解我们的生命 跟所有一切众生 来自同一个源头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你越了解 包括教育 各种教育 就是帮助我们开启智慧 各种教育 是在帮助我们 打开心胸 打开度量 当你对生命 对真理实相 越了解之后 你的心胸度量 就会一直不断地开启 不断向上提升 提升到 整个三合大地 都是我们的生命体 这就是一个 心灵提升的过程 智慧开启的过程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现在的心胸度量 在哪个阶段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后面 还有很大 可以成长的空间 当你的心胸度量 越成长 越提升 要知道 你的世界 就越幸福 越和谐 大家进一步去 体会到 我们的天地父母 我们都是天地父母 怀抱中的子女 你会从一个小家庭的 这一种认知 体会到 整个村庄 就是我们的家人 再进一步 去体会到 整个的国家 里面的所有人 都是我们的家人 进一步去提升到 整个地球上的人 都是我们的家人 这时候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 我做这些工作 我很乐意去做 李韵大同篇里面 就讲这一段 或物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于己 利物其不出于身 也不必畏己 这时候 我们的心胸度量 打开之后 你就会 很清楚地了解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的家人 我在耕种 我在收割 一样 很喜悦地去做 然后希望 能够给我们的家人 来更多的 丰厚的物质 食物 生活 必需品 都能够充裕 我们做什么事情 你不会抱怨牢骚 你会很乐意地去做 做我喜欢做 做我能够做的事情 然后来利益我们的家人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物质 生活必需品 记得 在有争夺 抢夺的情况 能量 资源 就会互相的 绰号 你很多的能量 很多的资源 它就会 浪费掉 绰号掉 那如果大家能够团结 和谐 分工合作 真的 会物产 丰富 五股 丰收 我们所有的家人 都有足够的粮食 这是稻米 这是玉米 莲苞米 我们都能够过着 安康乐利的生活 生活所需不缺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我爱护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家人 也都会爱护我们 所以大家都会 乐于去工作 乐于去种各种的 五股蔬菜 水果出来 这是小米 当我看到 五股丰收 我真的很感恩 天地父母 也很感恩 荣人 很感恩 我们的家人 为我们大家 默默的奉献 服务 回馈 所以我内心 就是 常怀感恩的心 常怀感恩的心 这也是跟大家便利 如果我们 越深度了解 我们越会有 感恩的心 来感恩 我们所有的家人 你看 这个就是 五股丰收 五股丰收 那它来自于 我们大家的爱心的灌溉 团结 和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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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分工合作 我们的各种必需品 民生物质必需品都不会欠缺 所以我们就能够过着幸福安康热力的生活 这一段 这是让大家去看 当我们团结和谐分工合作的时候 自然的五股丰收 那你看 这个都是 农人 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兄弟姐妹 大家辛勤工作 配合天地父母的话育 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 所以当我能够吃到这些东西 好感恩 感恩我们所有的家人的奉献付出回馈 当我们感恩他们的奉献回馈的时候 我们一样你知恩你就会报恩 我们的很多作为 我们都会用报恩的心来做 你自然会回馈社会回馈国家 这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我们的家人 这时候盗窃乱解还有各种抢夺 自然的不会发生 你看当我们团结和谐的时候 社会安定社会祥和 大自然天地父母就化育很多的食物 你看有没有看到黄金河流 这里有一条黄金河流 这是前两天拍的 来长春的途中在高速公路旁停下来拍的 当我看到五股丰收 我真的好感恩 感恩天地父母 感恩我们的同胞 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的默默奉献付出 因为真的这些都超过用金钱买卖的价值啊 绝对不是那种金钱买卖的层次啊 感恩他们 空海也乐意来做我所能够做的奉献跟回馈 为大家服务 每个人都男有份女有归 那每个人都各尽所能 每个人都把我们的所长发挥出来 真的 你看这个社会 它会充满着活力 充满着创作力 充满着慈悲大爱 所以我们就能够丰收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地在那里斗争 不断地在那里战乱 你就会兵荒马乱 就会饥荒灾荒 灾祸连连 如果社会安定 大家充满爱心 每个人都这样各尽一寸所能的来 为我们家人服务自然的就会丰收 人心越慈祥 社会越安和 要知道天地大自然的灾害 就会大大减少 这个很重要 人心越慈祥 社会越安定 天地大自然的灾害 就会大大减少 在《道德经》里面 老子也有讲到 我们也有解析 看到丰收 我真的 觉得好幸福 好快乐 虽然我不知道 实际第一线在耕作的农人是谁 但是我知道他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座 没有特定的对象 我回馈的也是 没有说固定特定的对象 而是真的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当我们丰收迎国庆 国庆快到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 让我们各方面的 不只是有形的物质 无形的心灵 也都是很丰收 大家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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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